那刚才咱们讲到了 说你们两位说 今年也有宴花 那么讲讲今年的 这首歌曲的选择 在内容啊 表演风格呀 还有两位在现场 看到了什么 感慨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非常非常地喜欢 今年的这首歌曲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就很有意境地 想到那个画面 然后要怎样去演 演绎这个歌曲 因为我感觉是很像 虽然它的歌词不是啊 但是那个感觉是 公主跟王子 那个很浪漫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歌曲 我都觉得好开心 怪不得你穿着 这样的服装 有这个公主的气质 装一下公主 您呢 我没穿礼服 那你回去换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 我还没有开始练歌的时候 就是先拿到歌词的时候 已经特别有感情 有感觉 因为你们写的 写的每一句 其实歌词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句都很 很能打到 打动那个心里面 就是会 还没唱就光看 已经想到以前 小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小区 或者是自己的 对 那个回忆跟爸妈相处的时间 跟附近的小朋友 一起成长 很多很多的过程 然后每个人的 那个小时候的 身边所有人的生活 点点滴滴 都 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 都很有 很影响很大 然后 我觉得 唱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非常有感觉 虽然两位的感觉不一样 一位是想的是王子和公主 一位想的是小时候 但是其中 其实蕴含的情感是一样的 那我也是 刚才采访了 今年秋晚的这个执行总导演 他说今年的秋晚舞台 突破了以往的会场式的格局 特别是注重镜头优先 是以影视剧的拍摄方式 那凯威很有 这个影视剧拍摄的经验 那就想请两位谈一谈 刚才在拍摄的时候 在灯光五美镜头的运用上 感觉到了什么吗 我觉得走来走去的时候还好 就是我们两个人 站在桥上面的那段 就有点 一开始还有点 彩排的时候还不是那么 很支援 对 非常生意 可能我们俩都是比较 慢热的 我们可能在戏里面 有剧本有什么 可以演 就投入那个角色了 但是刚才唱歌的时候 突然间转不过来 就感觉我们两个 看来还是需要 有影视剧表演的这方面 体现出来 就是导演 导演就说 你们演戏演那么多 为什么 就没有 就是别那么生疏 别那么那个 好像很久没见 我们的确是很久没见 一年 一年都没见 那就是上一次 就是中秋晚会 在我们这见了一面 然后隔了一年 怎么又见一面 就隔一年 上一年就见一面 那看来咱们三个见的 频率是一样的了 所以就后来就 又聊了一会天 然后又熟悉了一会 然后就好很多了 那你看 在我们这直播一聊天 咱们感情会更深 对明年的这个 继续表演很有福点 我有一个小游戏 要请凯威来完成 今年我们就是有请一些演员 用这个动作来表示 自己的歌曲的名称 很长 让我们猜一猜 猜一猜 开始你的表演 我能说前面两个字吗 要不然就说两个字 可以 后面 我说后面两个字 说后面两个字 前面的用表演 用表演 好吧 来吧 好 动作 等一下 我现在用这个 好 这个 跟这个 还有这个 呃 成 成 对 小成 呃 是 是 呃 说两个字 最后一个 是 顾 小成 是 顾 哦 我的天 这两位的表演 真是够猜的 行吧 就交给网友们吧 你们猜这首歌 到底是什么吧 好嘞 对 这个问题想先问问 大嘉欣 就是如果明年还有机会登上我们秋晚的舞台 你会喜欢哪首你喜欢的歌曲 同时也在澳门的这个朋友中 非常受认可的歌曲登上这个秋晚的舞台 当然这个问题要问你的啊 你先回答 我想要选择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凯威 你的答案是 江青选择我选择那首歌 那么现在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蓝月亮送祝福的时刻了 两位开始 你的表演 来 来 起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只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自己给自己掌声 自己给自己掌声